大家好,歡迎繼續玩《Kingdom Heart 3》 上兩集跟大家玩了《神勇大歷斯》篇 很快就進入主線劇情解謎篇 看到Dark World的世界,即是無心的黑暗世界 主線分了三條,正如上一集說 Solar在2.9時跟黑色光頭佬決戰 雖然擊退了黑色光頭佬和真十三機關 Solar的心就受到損害 所以魔法大師委派了三個任務給Solar一行人 Solar和鴻鴨的三條牟利就要回去找回自己的力量 經歷了上次戰鬥,Liku就成為了新一代的絕地武士 不,是Keybring Master 所以他繼續跟他的好機友米奇 進入一個黑暗世界 去尋找Akua的下落 那是誰呢?就是Burst by Leaf的女主角 最後找裝甲射回Tiler走 自己導入了黑暗深淵的女主角 其實我也蠻喜歡他,無論造型還是性格 基本上上一代,即是前傳三個主角 Tiler就是操狂的 那個真的Rossus就是低能的 女主角Akua就是一個 單天寶至尊 所以掉進入黑暗世界 都蠻令人原色的 所以魔法大師就叫他兩個 來黑暗世界找他 其實還有一條G線的就是發現 女主角Keybring也有Keybring在手 所以就去了做特訓 最令人搞笑的是 用火焰風火輪的 A字頭的 Alex 不知怎樣唸 然後 用火焰風火輪的那個明明是死了 已經死了 Keybring最強勁的就是他本身是一個Lowbody 那個Lowbody 死了就應該是跟那個無心 死了那個無心合作一個人 我不知道他現在解釋是不是 總之 他比海虎的這套東西變成了強者碎片 他還可以翻山 但我看到他還穿回你那件 十三機關的那件衣服 其實你是不是還是Lowbody 那這件事就 不得不而知 對不對 但假設 在這個劇情裏 Lowbody 即一個人 被人抽了一個心 就會變成無心 他的身體 沒有一個心 就會變成Lowbody 當Lowbody 和心都被人消滅了 他就會合體做一個原本的那個人 所以黑色光頭路 就是這樣復活 因為第一集的時候 Solar就打死了他的無心 第二集的時候就打死了他的Lowbody 所以 黑色光頭路才可以合作一個人 在2.9的時候就跟他們作為一個小決鬥 你會看到 阿魯米和Liku 就去到這個哈姆之海 第二集的結局 就是講Liku 和Solar收到Kylie的瓶 看到風野 突然間就有個光之大門打開 一走進去就回到這個命運之島 三條人的重聚 主角威能 雖然 其實你會看到製作組 真的 完全沒有想過後續劇情 在做《旺角之心》第一集的時候 因為 前面的那些剪影 你會剪回阿庫亞 原來在第一集結局裡面 是有幫Miki和Liku 去關那道暗黑之門的 當他們關門 一個推一個拉的時候 是有點無心去衝擊他們的 而阿庫亞就在旁邊 幫助老米和Liku清掉了一些小櫃子 所以那道門終於都可以關上 後補得很重要 還推出了什麼手機遊戲 GBA等等 其實都會很混亂 如果你作為一個 Liku是單獨控制 隻臭 相比起沒有能力的Solar Liku當然是很能勁 因為他已經是 Clipping Master 真正的Jedis 我上集都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有招魔法 可以犧牲整條MP棒 幫你回傳血 這個就是落雷 好掛著落雷 打下來大範圍 魔法力夠強 或者什麼都會死 你會見到Liku的MP棒 是紅色的 紅色即是倒數 倒數 沒得用 我也是用血牛的打法 如果我的血扣到差不多 我又用回傳媒 基本上以他這個招式 就真是九匹都贏了 都不用怎麼打 你會見到右上角 其實大腦是有HP計的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Olympus 打那幾天泰坦是沒有血棒的 誰想到你什麼時候死 我都不明白 我要知道你什麼時候死 我才會就著藥來用 我不是高手 你又不是高手 你又不是高手 我高手 我不是高手 這就是 這班 潛行者的新型態 招了一堆屍蟲 難不難打 也不算難打 之後SOLA打 真的很難打 劇情又是超力吸食手 吸塵 吸了他 又這樣說 經過了2.9的時候 Liko你都變成Cubing Master 大哥你都打得贏 這班潛行者 你隨便爆破魔法都炸死他 駱雷、船風、火焰彈 你這樣被人硬吃掉 劇情是很強烈的 劇情 你都變成大東西 吸走你 我意會 意會這裏就是 他倆去找Crew 但其實 找不到 但是 你也有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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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都會聽到 有一把聲 我又不明白 你剪輯片段的時候 明明就是 阿Q detto har معWeek 他们已經在五十元wald 潛行者 又然 好像 小結合 然後 找不到 於是 是 COMM 一 大家 paved 皆 Build 哇 傻熄 一打他半卡後就拋回你出來了 原來是這樣,謝謝你 平時叫你練好一點 Micky,你有沒有事? 我當然沒事了,我這麼厲害 你呀,練好一點 看一把劍,還夠了 看我,你看我都沒用,看我 這裡有很多厲害的人 現在把劍斷了,那怎麼辦呢? 你這個混蛋,拿回去給大姆佬去弄吧 這地人這麼厲害,我一個人真是膽贏的 Riku 我最初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一定是覺得很不安很孤獨地去戰鬥的了 好啦,Akua 我一定會 你一定要等我 其實這些對白應該是魯米講的,因為魯米是 魯米是跟Akua一起戰鬥過的 還有,你也會被主角威嚇,每次都是主角威嚇,然後麥奇救回他 你這次反過來,魯米終於失手了 被人吸引了 或者是唯一救他 而被人吸引走了,那他救回魯米呢 那就好看了 剛剛那些對白呢 是魯米的金鎖匙 斷了 哇,真是值得 令人覺得,他和Akua真的有一番友誼 好,這些也是有型的,你把這件東西放在這裡 那是什麼呢 應該是拿回去維修的嘛 那些隊在這裡,又不是幫到手 你說你不是,你放在這裡可以傳輸到力量給Akua 那些Kindon Heart就很討厭 你總是做一些有型的東西,但又沒有什麼作用 那好吧 鏡頭一Pan 就Pan回去 魔法佬那裡 好啦 Mysterious Tower 好啦,那蘇娜終於回來,就回報給大刀聽啦 那其實這段戲也挺沉的 就是講蘇娜一行 和米奇兩傢伙回來就回報啦 那交代 你又拿不齊你的力量呀 你們又找不到Akua 其實兩邊都是任務失敗的 不過就 不要緊啦 都是一個開始篇章 如果你在遊戲方面看的話,故事就是失敗啦 不過你在遊戲方面看就 好過《王國之心2》啦 因為《王國之心2》真的很頭痛呀 我又開始玩到 特別是《Twin Night Town》那裡 真的玩到想丟爆一部機 所以現在他用一個 戰鬥、流槍的戰鬥和交代劇情呢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邊打邊學,這個很重要 去到這個畫面最好笑的是什麼呢 要幫他們換裝 正如你第二集啦 因為SOLAR的 第一次的 Custom 就是 米奇老鼠的傳統服裝來的嘛 黑色這一套呢 在第二集的時候 給了三個 紅白藍膠袋 不是,紅白藍仙子 紅黃藍綠 隨便吧 三元色的仙子 就說給他一點祝福 變了黑色這套東西 來到第三集 又硬要轉 這個 造型 其實Liku 就真的帥了很多 SOLAR就 繼續拆了 OK 其實黑色那套我也挺喜歡的 但是呢 為了要配合他們今季的格子造型 就硬要換了一套格子給SOLAR 又幫他剪短了頭髮 我自己就覺得是 是很不好看的 鄭伊健剪短頭髮這件事本身 是無契的 對不對 你對了他幾集 不是幾集 對了他這麼多集 GBA、NBS、PSP SOLAR的造型就是 尖到嚇死人 牆壞壞壞的 你又幫我剪短的 雖然不是剪短了很多 但是 那句 是不應該剪短頭髮的 可不是 你會這樣 你會震懾壞 我會震懾壞 他都不能剪短頭髮的 我會震懾壞 你會震懾壞 當初出道的死人樣子,跟他剪完變暴龍哥的樣子 那你當然是選暴龍哥的啦 但是SOLAR,我長期都要再說一句,他是正於健來的 其實說了這麼久,都是說你找不到這個那樣 那這個時候魯米就找老闆了 其實阿媽世界的敵人很冷靜的喔 我把東西都不夠打啦 你不給我心武器,我不能出去打的 喔,這樣喔 唉,你們真是守恨多一點 這是Kylie 好了,既然是這樣,給你們新駕駛吧 喔,這個是... 這些是好東西來的 換了它就很厲害了,是天殘寶衣來的 好了,等等 為什麼我這麼好呢 好了,你不能這麼沒禮貌的 好了,你不能這麼沒禮貌的 喔,哈哈,禮貌的東西,早就預備了給你了 好,好像LV一樣用一箱子 好,好像LV一樣用一箱子 好,為什麼... 為什麼... 做到第三集了 SOLAR好像還是一個低能仔 他... 他...他沒有了一個... 能力而已,他不是沒有了個腦嗎 大哥 好了,那麼... 我們的徐行北紀館也會跟我們一起出發 我們一起出發 好了,新的旅程要開始了 其實就是說 你這群混蛋快點走啦 你們出去打吧,不要搞我啦 但是... 戴帽這傢伙呢 他好像又不是有Key Blink的 還是他有Key Blink 假裝不用出去打 我睡了 啊,真的快 我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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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真正 我睡了 嗯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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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這個iPhone用了! 你會看到 IT9 Tagguy 大鼻紅角牙 跟SOLA去Facetime 如果你有玩開系列你們都知道 他們兩個就是我們積木飛船的工程師 真是厲害了 用了十幾年 原來他真的是Facetime 他們的故事 用我們時間的Facetime 十幾年去研究到這部iPhone出來 那他就說 這部手機可以用來拍照 即是我們PS4的拍照功能 如果你有玩Spider-Man PS4的Spider-Man 你就知道 我們周圍拍照 哇!這東西很方便 還可以Facetime 哇! 哇! 那其實 你每人給手提電話 他們不會經常失去聯絡 對吧! 你最重要是加上GPS給那些契弟,你如何設定他們 你設定一個快買風功能 這段說SOLAR有一半的靈魂不是她的 即是Roses的,複雜到怎樣? 即是SOLAR的LOW BODY 接下來的章節就是我最討厭的TWINIGHT TOWN 即是第二集的一開波,整個大段劇情 黃昏小鎮,我很討厭這段劇情 但我又要幫忙,我又要打 幸好今次SOLAR,一進去就馬上打 如果你又給我木劍,去玩神探加利略的話 我真的會變成巴蝶 好,現在不知做什麼 突然間很熱血 我要去拯救Roses的靈魂之類 出發! 打到這裡才出一個TITLE出來 你知道前面的罪章有多長 但你不要以為這樣是完結 緊接呢 緊接呢 就是去到這個 沒錯就是這個 很認真 這個TWINIGHT TOWN 我真的不太熟悉,但我印象中 這個黃昏小鎮應該是一個電腦世界來的 就是用來Roses趁SOLAR在凍瘡中 在凍瘡的時候 就等他放在這裡 學習一下,生活一下 如果你玩NDS的朋友 可能你會對劇情了解得更多 我不明白怎樣他可以搭飛船來到這裡 我覺得是有點奇怪 還是真的可以搭飛船進去 好,這也是禮牌的 來到這個TITLE TOWN 你才會看到LOW BODY LOKUSUS LOKUSUS 在我心裡的LOKUSUS 其實這個目標應該是去回 那間鬼屋那裡 所謂鬼屋那裡 那裡有一個電子系統 就是炎者安神 應該是炎者安神設計 但是我還記得 好像是否搭飛船 唉,我也忘記了 總之應該是去找電腦室 去做一些程序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否走WINDOW 所以我猜他應該是搞不定的 好了,無限交入了 你解決的 喔,拼了一個無限的 第一句,只要有心 一做些什麼都可以了 又是這些煩惱偶的no body 我上一集都跟大家說了,召喚系統是廢得很厲害的 但我也是為了大家,我會召喚一次給大家看 到德國有技能廢 屎股是撞人的,真厲害 你看看,幾乎是毫發無損 對方簡直是,但他拖延了我整條NP盤 這些Lowbody,我覺得比黑色的潛行者好玩 因為他是堅抽難打,彈是彈 這個算是Lowbody最基本的操作 但他又會浮空,那些怪物一對空就厲害了 有些浮空就厲害了 你會發現到的 貼著死人地下那些,也有個抱 那些魔法師,或者你會看到Laser射我的 射Laser那些是會飛的 那些Hardless魔法師,全部都是會飛的 我必須再重新說,因為我選了魔法師的屬性 所以我的防和血是很低的 但是我仍然不會太大 但我又不明白怎麼那麼多藥 可能是開箱的話,藥都吃不完 當然我會去買最便宜的那隻 40元的回霸10HP那隻鱷 應該喪拍都可以 剛才大家都看到Liku的落雷 他的落雷就是第三階段完成的落雷 這些契弟如果我有落雷 有一天落就清晰了 我這麼長條MP棒 只要水屬性比較好一點 近距離都會幫你包包 嗨嗨 這招爆氣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隨機的情況下 我未紅血他已經幫我進入暴走狀態 是不是很有死神的感覺 沒有了 基本上一打開這個Mode 他們就可以懷死光眼了 純粹是看畫面 這個也沒有什麼技巧 說這麼老 指對方向仔 他們就真的死光眼了 你問我 我覺得今集 可能是一些隨機性的東西 真的太高了 特別是這些立體技 說了很多次 到底你什麼時候 是trigger trigger point 在哪裏呢 我現在只知道 打夠每個 不知多少下數 操九三個三角形 就會有這個 合體技 但是什麼時候是茶杯 什麼時候是海盜船 什麼時候是開車 我就完全觸摸不到 所以就 當然都會跟你選擇的Key Blink 你用原始的Key Blink 或者用宙斯給你的Key Blink 當然都不同 對比之下 我暫時拿了三條Key Blink 一個就是機關槍 一個就是 阿宙斯 會叫戰馬出來的那一隻 另外就是 元祖的那一隻 最實用的 暫時都是宙斯那一隻 那你會看到 又要打這些屎蟲 這裏真是有些慘痛經歷 我一開始就用原裝 原始的Key Blink 被人打 打到主席 然後我想一想 沒有理由 我不可能被他們打死 然後我就想一想 對 這一關 是要冤枉我 轉回 阿宙斯那把Key Blink 那我一轉回 那把Key Blink 就已經打贏了 所以 其實是有些穩困賊的 那你見到 我現在 已經換了阿宙斯的Key Blink 系統上面 你可以裝備三把Key Blink 那你就用方向按鍵 左右 隨時轉換你用哪把 嘩 其實這些都很厲害 打出 清桌也很好用 那我現在用一隻戰馬出來 那隻戰馬就會追究他們 不斷電他們 基本上 就沒什麼可言 但是打這隻 又是 又是他 又是沒有血棒 Liku打是有血棒 我打是沒有血棒 有時候我都不明白 他到底 他血棒那個 怎樣去判斷 怎樣為之 有血棒 沒有血棒 是不是因為 這個是過度的關卡 但你有沒有可能 你BOSS戰你都沒有 你不加HP 你都顯示過擊殺數 你不加HP 你不加HP 你可能說 原來他有100隻 HUNAS 組合二乘 我打950隻 他就會歸縮 他又不提 他又不提 他不知打到何年何年何日 還有他 他這個關卡 其實就是為了 令你熟習 用宙師的Keybrain 所以其實 你用魔法 喪射他 他們是沒有用的 簡直是沒有用的 是這招難避一點 基本上 你避得完這幾下 就 勾打勾打死他 我以為是核心 我以為是弱點 初時都會用火焰頭 射他 然後發現 他又是沒有關係的 浪費了我幾條命 好了 那些豬都終於被我們打走了 那鏡頭一轉 我們就去到大屋前面的森林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 guest staff 就是這個 五星級大鼠 那五星級大鼠 是原來很有用的 那他就是會幫我們煮東西吃的 那如果你玩開頭過篇章的話 你都會發現 這次多了很多蔬果 蔬菜 你會撿到的 那些食材 其實就是可以交給老鼠 然後去幫我們煮些料理 但是暫時我還沒有去到 叫他煮飯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編章 雖然都開啟了一個功能 那還沒試過 我也不知道那些食材有什麼功能 我猜 我猜可能是那些暫時性 可能提高你攻擊力十秒之類的 那些 那些 那這些 那些小猴都 不特別難打 但是呢 因為呢 他現在 他現在 他流行是什麼呢 好像無雙 那樣 真的好像無雙 那樣 他會不斷地喪出 以前就是 你去到某個位 他就會trigger 十隻出來 那打完那十隻就完 他不是的 他現在是 同一個位 出完十隻 你打完那十隻之後 再出十隻 打完那十隻之後 再出十隻 就真的好像打無雙 那樣 那 我自己覺得這招 都 不太實用的 那 特別在這個場地 就更加不實用了 那 那 那 這班 聖馬丟 打完之後呢 其實他有點雜不甩 他現在呢 出完這班聖馬丟之後 就會出阿拉丁 那個 肥佬 那隻肥佬 正面打不到 要打他背部 那隻肥佬 那 又會出 魔法師出來 就是 髮髮髮很細 很可愛的 那些 就比較雜不甩 以前 通常就是那個編章 就是打那個編章 你 是 阿拉丁的 就是打那些 阿拉伯人 造型的 無心 那 他現在就 比較雜不甩 那 還有些Low Body 那 那 用這些 支線劇情 或者小任務 去出一些人物 都 OK啦 我覺得 還可以接受 不算 太浪費 你看到 那 會出這些浮浮魔法師 那 以前來說 舊的兩集 浮浮魔法師 都很廢 但是今集 紅藍綠 魔法師 攻擊力 和範圍 都大了很多 樣子都不同了 你不要看他好像水流很兇猛 其實他的攻擊力都很低 有點浪費時間的感覺 我寧願他變成咖啡杯 或者用陀魯鴨 放炸彈 放飛彈出來 就更實用 那 好了 終於來到那間 這樣的難鬼屋 就進去吧 進去吧 那 禮牌劇情 看看槍 那 那 槍怎麼能動 那 想起一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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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對,不知道為什麼他有變了電腦神童 那你會發現,搞一大爛餐呢,由打這個打那個去到這裡,你會發現,不好意思啊,搞不到了啊 那你可不可以說他是浪費時間呢?我又不敢說,我怕被KH粉插我啦 好,搞一大爛餐之後呢,他們就離開這間屋了 那究竟Lokushu能否復活到呢? 咦,沒錯啦,大家是不用那麼驚訝的 黑色光頭佬的Lobody和Hutless呢,在這個時間就出來了 那都是Kingden Heart的慣例啦 一開始就遇到強敵,會不會打?當然不會打啦 最厲害的是什麼劇情呢? 說完一大爛餐廢話之後,就會通過這個暗黑回廊找到他了 然後就會召喚一班卓仔出來,就圍咎蘇娜他們的 說真的,現在蘇娜又沒有能力了 那兩件彈傘是廢的,即是唐老鴨和高飛 你兩個終極Boss去打他,死硬啦 不過他們就說,其實我們都很想阿Kulossus去復活的 所以我們是不會去制止你的 那你不會制止他們,你又想阿Kulossus去復活的 你就不要叫那些無神的Nobody去圍他吧 因為有時候你看劇情是真的很噁心的 嘩,高飛你真是好聰明喔 你真的在問為什麼光頭佬在這裡 但他的Nobody和無神都還在 即是你是這班彈傘裡面最清醒的那個 唉,不好意思,我上集說你廢了 但我還是要說一次,你真是很難廢 嘩,然後又在這裡說一集 即是,除了一個編劇之外 就沒有人看得明白的對白 你再把神啊 你閃閃了 你再把神啊 你再把神啊 神啊 神啊 你算是神啊 你算是把神啊 你把神啊 那她的神啊 啊 但這也好 那 說完說 確實是 不好意思,預錯時間 大牌劇情 很厲害 強化的潛衡者 這兩角也有 這兩角也有 明顯看到 我被中幾拳 已經是紅血 你看宙斯這招多有用 這個鎖的系統 也是一般 好像沒有頭兩集的 自動鎖那麼好 我想吃藥 吃藥 這些就是有用的招 那個水車 怎麼在那裡 我上集打 奧琳塔在上山 我都說 這招真是無人敵 如果在很小的環境 出這招 還不撞死你 完了劇情之後 我們就回到市中心 我們就看到 我好喜愛的一個人物 就是 噔噔噔噔噔 市高智叔叔 基本上這段劇情 都不需要怎樣說 你自己看畫面 但是市高智叔叔 我也覺得值得說 的就是 迪士尼頻道XD 在2017年 就推出了一套新的動畫 新唐魯鴨 俱樂部 主角 就是 市高智叔叔 以及 唐魯鴨 的三個外生 即唐魯鴨 的妹妹 三個兒子 舊那一套 都做了四季 我想大家 小時候 僅有一兩集 會看過 都是搞笑的 而 新唐魯鴨 俱樂部 很厲害 就是一群 都非常厲害 而 配 市高智叔叔 就是 我最喜歡的 第十人 Doctor Who 就是 David Tennant 由David Tennant 去做 市高智叔叔 我很喜歡 新唐魯鴨 17年 開播 那個模式 就完全是照顧 《掛Facti IV》 《掛Facti IV》 就是 堪稱 近年 最受歡迎的 一套 美國的動畫 你可以 上爛番茄 去看看他的評分 而《掛Facti IV》 的主創人 就是 現在很熱的 動畫 《R-Spider-Verse》的其中一個編劇 另外 他離開了兩季《Graphic 4》就完美完結了這部動畫 之後《迪士尼》頻道後繼無人 所以 跟他搵食的那群 《Graphic 4》那群製作組的人除了主創之外 都會留在《迪士尼》工作 他們就沿用那條方法去做新唐蠟鴨俱樂部 都是神秘學的東西 冒險 小朋友的友誼 怎樣去對抗邪惡 聽起來好像很大路 但其實裡面的細位全部都是跟回《Graphic 4》 我自己看了十多集 是OK的 真的OK的 可能有Derek Ternan的嘉誠 我本身有喜歡唐蠟鴨 有唐蠟鴨俱樂部的那幾集 特別好看 但很可惜唐蠟鴨俱樂部不是經常推出 出得很少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看過《Graphic 4》的話 這套你會覺得好看 但我自己很喜歡《Graphic 4》 比較就覺得 山寨貨 差幾皮 但也算是近年值得看的 迪士尼動畫劇集 同時我也有看《Big Hero 6》的動畫版 他做完電影之後 他出了一套 長篇的動畫劇集 就不是走電影的畫風 他走回2D的畫風 我自己覺得 例如說Hero的大學生活 大學生活 我覺得很沉悶 大概就是這樣 我在這裡也推薦你看 新唐蠟鴨俱樂部 但如果你想再看好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上網找找《Graphic 4》 我知道騰訊有的 騰訊有買了版權 免費的 中文好像叫什麼呢 中文好像叫《怪奇小鎮大冒險》 總之你搜尋一下 《Graphic 4》 即是重力 重力瀑布 《Graphic 4》 《怪奇小鎮大冒險》之類 我認識一些小朋友都說他有看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渠道看 但我認識很多小學生都說 這套東西很好看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Graphic 4》 以及《新唐蠟鴨俱樂部》 第3條線 跟大家說 Kylie和風火輪都成為了Keybrain的持有者 他們都成為了Keybrain的持有者 他們要通過試煉才能成為Keybrain的持有者 就是Keybrain的持有者 是有些選擇 挺搞笑的 他們倆的訓練過程就是畫畫 我不知道他在哪個屁股 拔一條雪條出來 我真的不敢吃 大佬 嘩!風火輪你年輕的直至是弄了容 像韓國小孩一樣 現在弄到 通常這些劇情都是說他回憶過去的回憶 你會看到一些幼幼的女孩 這就是在NDS劇情中 Lokusus加入了十三機關 風火倫負責照Lokusus 和剛才看到的女孩變成三人組 其實每一代劇情都有三人組 Taylor、Akua、Lokusus 前傳三人組 Burst by Sleep 她們是NDS三人組 Kylie是主角Solar三人組 Atoly會有三批九個人 其實封面已經全滿了 十多人都出來了 她也蠻傲嬌的 其實我蠻喜歡風火倫這個角色的 不過她是有點廢 在King down 2的表現 她犧牲自己也只是替我清掉 最基本的Low Body 那一刻我都笑出來 說不想是吧 你是十三機關的幹部 你犧牲自己只是替我清掉這些小子 我自己下來也打死她們 對吧 最後她又不死 對吧 她不是真的吹獎嗎 你說 好啦 這兩人都在糾結 究竟是怎樣去拯救Akua 那補充一點 如果你不了解劇情的朋友 我都說過Taylor、Akua和Locusus 是前傳三人組 那光頭黑鬼 你就當是大蛇丸 大蛇丸 就把自己的靈魂 灌進去Taylor 那裏 那你當就當是大蛇丸 終於成功把自己的靈魂 灌進去佐座裏面 那所以Taylor 就會變成光頭佬的靈魂控制 那然後呢 就把自己呢 就把自己呢 光頭佬呢 就把自己的無心 就變成現在Liku 那個樣子 即是撞到Liku那裏 另外一個分心呢 就是Low Body 就變成13機關的那個大佬 去解釋整個故事是怎樣 但是失敗了 又是被Sora的隊 倒了 所以呢 當這個Low Body和無心 死了之後呢 其實他們會重組光頭佬出來的 而這個年輕版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穿梭時空的 的光頭佬 年輕的光頭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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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重組了一個真13機關 是不是聽到很複雜 其實呢 我也是看了很多研究文章 我才看得明白 對啦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的對決 這個就是黑色光頭佬 整個王之心最大的大佬就是他 應該 對 我不知道PK會不會又亂來 這個就是Low Body 按住Liku那個就是個無心 那你剛才看到一個年輕的版本 就是他一個年輕版本 穿越過去 穿越時空的一個年輕版本 對啦 現在米奇後面的就是那個賢姐Anson 我也是在想 如果你沒有看過 就是你沒有玩過2.9 又沒有看過那些大人文章的話 你只看這一幕 你真的拗兩包頭 為什麼他又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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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本身呢 其實都沒有玩Birds by Slip 以及沒有玩2.9 我也真的 看很多片 看很多文章 加起來我才知道 了解到大概是什麼 那今集呢 那今集呢 就介紹主線劇情 去到差不多了 那下一集呢 就會繼續和大家穿越其他的世界 啊 啊 啊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